151 文匯報 海南海岸大全面體檢 2015年7月14日中國新聞A 20香港文匯報信 實習記者流方圓海口報導 海南省政府召開專題會議部署對全省海岸大進行專項檢查 會議成立了由常務副省長毛超峰擔任組長的專項檢查工作領導小組 下次六個檢查組吩咐12個沿海市員 對全省1823公里海岸大進行一次全面體檢 海岸大對於海南有重要價值 長期以來在得到良好開發的同時 也存在部分廉價、粗放、大面積不合理開發的情況 特別是在部分項目引進方面 存在低效、低水平開發的情況 對部分沿海區域環境造成破壞